I don't know what you believe 劉老師 不如這樣吧 你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對栽培小朋友唱歌有些什麼 高見啊 因為唱歌是一樣 其實每個人都做到的事情 和你學琴是兩件事 因為學琴就是你不是坐上去就懂得彈 但唱歌其實每個人都懂得彈 但是為什麼要學唱歌呢 這個可能要思考一下 因為很多小朋友他會覺得 唱歌就是一個純粹好像唱K的過程 但其實家長需要知道多些 為什麼要讓小朋友學 為什麼要學唱歌 唱歌究竟幫到你什麼 還有小朋友其實有沒有唱歌的興趣很重要 還有在音樂方面可能聽歌 那個培養要比較多 那當他接觸很多的時候 小朋友自然而言 其實會找到他想發展的地方 即可能他喜歡穿事樂 他喜歡聲樂 他喜歡pop song 他自己會有他的方向 然後小朋友才會告訴你 我喜歡這些 我喜歡那些 其實可能要花多些時間 給小朋友回養他們多些音樂的程序 令他們會在唱歌的過程 會懂得怎樣表達自己 怎樣可以 而最重要的是 如果假設小朋友 真正正正 例如他真的想學聲樂 其實他是要打得很穩的基礎 然後才慢慢去表達 因為小朋友 他兩歲前 是沒有什麼大忌 所以我會建議家長兩歲後 才開始學唱歌 當學唱歌的時候 那個基礎打得不穩 可能家長都需要花多些時間 心血去給多些時間 去練好這個基礎 因為過八歲之後 你的基礎是很難改的 所以我會建議 可能老師家長多些配合 會令到小朋友 會在這方面做得更加好 其實剛才的參賽者 其實都不錯的 因為他們本身天生的才能 是有潛能的 不過可能要再建立多些 多些經驗 參加多些比賽 多些出表演 如果有機會的話 是的 還有呢 家長在平時 每一天 每一個星期 應該怎樣幫他的小朋友 可以令到他的唱歌 更加進步呢 其實因為唱歌這件事 是更同於你學其他樂器的 有少許地方 例如你耳朵要補 你士譜要補 你有多一點 那首歌的背景知識 要知道 可能當你給一首歌聽的時候 然後就給他多一點 這首歌的一些資料 他知道 例如 《Sound of Music》 為什麼我會聽到 《Doremi》呢? 它是哪裡來的? 為什麼我不會唱 這首歌 是表達什麼的? 是什麼語言的歌 可以說多一點給他知道 因為這些其實是上網 都沒有的研究 可能說多一點給他聽 給他聽多一點 其實自然耳朵是會有進步的 學習的時候 因為都要配合麥琴字文 是的 因為如果他是鋼琴的話 我建議鋼琴是需要 就是那個音種是要有的 如果不是小朋友會聽壞耳朵 是的 所以聽壞耳很重要 如果你說是小朋友的話 還有他要聽多些不同類型的歌 不要只是聽死一樣 他不聽 那就不要 因為他比較小 其實他接觸的東西 很多都不懂 如果他接觸得多一點自然 其實就會有進步 是的 這樣培養音樂的直覺 真的相當之重要 是的 那你還有什麼要補充 當然 我很欣賞所有的參賽者 其實因為參加比賽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還有我想拍片都應該不是一天過可以做到的 應該都花了很多時間去努力的 所以可能都留意一下 因為現在是網上比賽 所以可能要聽到那條片 那個聲音 那個平衡 可能鋼琴 不要碰到聲音 或者參賽者站的位置 要看到伴奏 伴奏可以和他有交流 是的 說得很有道理 今天很感謝劉老師的分享 好可愛 好可愛 請 百指 百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